我是SUS的Queenie 我和一班同事最主要都是去檢測一下化妝品和狐狸产品 里面有没有一些有害的成分 和评估一下它的安全和功效 女生一向都是比较注重言语 所以其实平时我都会很留意不同类型和不同牌子的化妝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化妝袋 其实我平时都会带一些好像手霜的日常用品在身上 因为手霜是经常性使用的关系 我们都会去测试一下有没有致敏的成分 和用完之后会不会比较容易敏感 但是不同的皮肤用同一个产品都可能会有少少不同的反应 假如这个产品的销售对象是白种因为主的话 我们就会传到德国的分公司做皮肤科测试 另外你知道女生都比较怕晒的 所以防晒品都是必须的 大家一说到防晒品就一定会留意它的防晒指数 其实不同国家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指标 去测试一下防晒指数是怎样的 另外我都会带一些彩妆在身上 因为你知道可以精神一点 这些lip gloss我们称之为叫重复性使用的产品 因为每一次我们用的时候 都有机会将皮肤上面的细菌 带回到化妆品里面 化妆品里面的防腐剂就起了一个很好的功效 因为它可以抑制到细菌生长 但是防腐剂落得太多又是不是一定好呢 那又不一定的 因为如果防腐剂落得太多的时候 有机会超出了化妆的上限 也都会容易令到皮肤敏感 其实大部分的化妆除了围绕化物质之外 也都会从它的功效和安全性 去评估一个产品的质素 就好像胶布这些产品那样 因为胶布是用在有伤口的皮肤身上 所以这些产品都是要确保它是无菌 以及已经完全被消毒 而这些测试都会在无菌实验室里面进行 而这一个实验室是香港唯一一间 所以都是比较方便客户的需要 我最主要都是去确保所有客户的产品 符合当地发规的要求 可以令到它们顺利进入市场 而消费者亦都可以有多一些选择 还有买到一些又安全又有功效的产品